中央党部也应该要这个法理情 要稍微看这个兼顾一下 这个我大概是民进党这次最悲情的一个候选人 参选台东立委失利后赖昆成收到民进党中央来 还要缴交三分之一选举补助款 二十三万四千两百元 让他想到旧坦气 扶到没条件现在又变成一个流浪汉 那所以也是希望说可以体恤说这条级行写的当特殊考量 赖昆成不满初选时照规定缴了七十五万保证金 但对手刘兆豪为寄托党参选 整个过程花了近千万分裂造成选举失利 这席给民进党迎走不说 自己还得缴钱 但危机的对手却只有开除党籍 让一路以来挺他的律师妻子跟着看不下去 除了缴七十五万我们竞选的经费还得缴三分之一 那党部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资源跟帮忙呢 赖昆成更指出希望党中央是否能对危机的刘兆豪求偿 对此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回应 一切照党的规范跟党章走 没有办法说在每一个选区都有一套不同的办法 那这样办法就不成办法了 我们能做到最严重的处分其实也就开除 吴征回应对危机的刘兆豪已经给予最严厉的处分 赖昆成的选举补助款叫不叫回也一样 全都依照游戏规则来